我们是因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那我今天为什么会发起这个活动 是因为我会希望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家庭日 然后因为大家都会比较 现在家庭都比较忙属于亲子时间 那我现在就是觉得要推广这个风 就是让大家有亲子活动 就是我们在安平生根 就是在这个高级的露营区 这是全台第一个在海边的露营区 那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回馈社会 就是刚好帮助我们安平的一载国小 跟安平的一载国中 结合安平的知名厂商一起来协力做这个工艺 就是平常我们忙于工作都很少陪小孩子嘛 那刚好在这个露营区里面 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乐 然后刚刚一起陪的小朋友钓鱼啊 还有游安平啊 让他们看看安平这个美丽的风景 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意义很大 那就是精彩的表演都是一直有非常用心 就是主办单位都很用心的来策办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爱传出去 然后我们要当个手心向下的人 把爱分享出去 真的很开心哦 今天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下午 我们一载国小还有安平国中的很多的家庭 一起来曼渡渝光这个地方 来度过非常棒的一个午后 甚至待会我们还会活动一直进行到晚上 那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 曼渡渝光的王总经理 也是我们一载国小的王副卫长 他热切于他的工作之外 他也不忘做公益活动 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善举 结合很多的一些公益团体 甚至一些热心的一些公司 来办理这样一个活动 让我们孩子们跟家庭 跟爸爸妈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假日 共聚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边代表学校 来感谢我们王总经理 我们王副卫长 他这样的一个善念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让我们觉得有他真好 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发想 能够永远的不绝 让未来如果这样的活动持续进行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孩子跟家庭 来享受这边这么棒的一个资源 也享受这么好的一个美好时光 代表学校感谢他 谢谢